10块钱一斤的草鱼 这样做成麻辣冷吃鱼 非酒 真的非酒 唐开跟我说想吃冷吃鱼了 今天我帮你安排起来哈 草鱼拿回来 先这样给它破开 肚皮里面的黑沫 铁骨血 鱼的牙齿 一定要给它去干净 不然非常的腥 这条线呢 尤其叫鱼新鲜 其实叫平衡线 可抽可不抽 把鱼尾鱼器摘掉不用 把它摘成小块 这样更入味一些 沾好的鱼盆呢 先要加入盐 这样把它里面的血水 清纹清洗出来 清洗干净 再来加入姜葱 洋葱 盐 胡椒粉 黄酒 给它盐制个20分钟 入味 这个干辣椒啊 一定要用热水泡一下 去掉灰尘 焯的色不容易糊 沾好的鱼肉 煎去姜葱 用厨房用纸沾干水 炸的色更好炸 炸鱼油温要高 7到8成 我们分多次来炸 这样炸出来的鱼盆成型 也可以加一些干粉来炸 更好炸一些 我觉得不加粉更好吃 这个鱼盆一定要复炸 炸两次 要把它炸到金黄酥脆 再捞出来 这是我们炸好的鱼盆 非常的酥脆 炸鱼的油 我们过滤 装在油壶里面 锅里面留一些油 先下入姜葱 花椒 泡好的干辣椒 橙皮 把它炒香 下入鱼块 加一些老糟 体现 味道更好 调味 加入盐 味精 白糖 烧凉来滴滴热水 或者啤酒 让它更入味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来加入刀口辣椒棉 乌香粉 薯芝麻 花椒油 把它翻炒均匀 好 出锅装盘 麻辣鲜香 方扔到此更入味 这个菜吃和下酒 追剧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教堂 骋 礼